小问题就是南部的这个马路的左右两边 一个韩国队一个巴西队 他给你卡住了 这个点 嗯 你小心 一定要小心 的话我们其实也挺没得选的 对的 小老哥车太没了 他已经掉了一个 Fisher Citizen直接把他给补了啊 结束了队的痛苦 南边就稍微弱一点 哦 德国队也在往里面去扎了 德国这个是必打 先掉一个 他这个房区也有点小拉 包袱 对 这人其实挺厉害的了 一换一 嗯房区比较复杂 而且房区的北边居然没有人 还是说硬过吗 啊巴西队以为我们要撞他 嗯是的越过了越过了 越过的话 看去哪里啊 对他过去了一队 我怕他可能没有太多时间扫 因为有可能会被车上打 因为他们车队比较密集 啊另外一边的话 因为坐了这个韩国赛区 邻居韩国职业 一波打把他们起车了动车了 就是不甘愿那个波 对再做二次转移了 其实 过来想多待一会的话 可以看到巴西跟印尼打哎 嗯已经打起来了 哇 巴西队的位置显然更好一点吧 是的 已经有三团面的在压制了 零换四团面啊 但是有侧面的被动 对的 呃侧面要韩国对加土耳其两边的一个强险 对的 我来我来我去 韩国队开了一个头 北边烂尾楼打得也夸张 北美山上也同时在打 那明明这边已经是掉了 看来这边被中国台湾是已经顶到脸上 有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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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差一点啊 这这我都应该是被架中间 嗯 接一个东切 嗯 现在怎么说呢 你对面的这四个人知道你少人 这是最大的问题 你掉两人都跟这个韩国队有关系 嗯 有没有撞是 啊对面这个家伙给撞了 要等北边打完 因为现在边缘大家都在看边缘的分数 所以对韩国赛区威胁并不大 看能不能 假装我们这边火力很多 让巴西队就把韩国队给撞了 这个位置可以啊 这个位置可以啊 这都是分数 打一波高低的一个交叉火力 秀 你要去抓到大利亚 不然他进退无门啊 打不了上面还打不了下面 打一波 打一个 还是防守防有优势 K个头好的 拿下 舒服 嗯 澳大利亚对我独牢 对自己山头已经不在安全区内了 英国去装日本赛区 这波看一下过来 也是让很多投资物 另外一侧已经打完了 这个是右侧 刚才加拿大已经跟美国赛区打了好久了 加拿大大于USA 北美No.1 都说了北美No.1 哎呦 越南这边是终于把德国清理干净 这个防雪归他们了 嗯 南边干干净净 是一把拉了一个侧身 英国队只剩下三人 日本队是被土耳其补掉了一名队人 装XP 竞点是三打三 是 其实主要是中国台湾赛区那边的话 对英国赛区这里有一点影响 土耳其也抽得到 而且 澳大利亚赛区最后独狼 扎了一下 这波和弦感觉边缘全是残边 没有太多这种满边的队伍 这个地形 这个地形高点赛 他就可以单方面的抽吧 现在中国台湾赛区还是在疯狂的抽吧 高点下手依旧没有棒 他现在反正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了 我就能看到的全部都打 嗯 是的 看Poly Poly接波单击能不能打赢 Zex已经是残血了 再打一个包 很急 现在想要硬拖 看能不能把这一分给拖下来 是的 应该布局了 阿西就要卡越南对吧 这是我们上个圈就知道 他肯定会这么打的 越南切破切慢了 慢了一点点 有没有惊喜 哦 日本战队是完全被淘汰掉了 瓦尔德 刚才那个 他这个高点坚持住了 六阶段没准还有排名分了 是的 现在只差两分 就是两个位排名就有排名分了 哦 一个烟里 烟的内侧 另外一侧出烟了 再拿分 不急 这个坡不急过 就踩着高点慢慢玩 第二个倒了 韩国队没过马路 韩国队没过马路 这一波可以慢慢玩 不急 有分全部补不掉 坡下的知道坡上的不知道有个人绕了 在销索的右边 嗯 跟圈清就好了 是的 把悠悠听一边 好好 差一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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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了 哇 18悠悠 我已经拿了五个淘汰 呃 一个 对于PGL来讲 唯一的好消息 我们还多拿了一分排名分 嗯 两个淘汰加一分排名分 三分这把 是的 给土耳其心拿到七个淘汰 我还在扣分 还能抠到 进前四了 他这个控制面积 大的让人难以置信 主要是正面两个兄弟能顶住韩国吗 顶不住的呀 这Loki直接顶下来打了一个 后面队友架不住枪 正面阴影车后最后一个也被白打掉 裂开 啊 这个时候来了 这是来干嘛 这不得送 然后你背上还要被fax的 哎呀 这土耳其老铁的一波烤肉 土耳其本来这一波呢 至少不应该是一个第四名的 是的 排名是不可能再进了 他不给的呢 没毛病 没毛病 他现在这个排名 是的 因为韩国赛区第三码 Captain Mark Tavish 雷已经开始扔起来了 这个距离已经成为了雷的一个必杀距离 先倒一个阿利夫 今天对方过来拉车 以利娜先以了一个 还好 阿克迪的队员 剩下的队员够给力啊 二打二 马路边上 哇 这一波差点被pick 再把首尔拿下 Cellison稳住了局势 二打一 这个马路上 这两个人 会是 被闪了 他被闪了